嗨 大家又來了 然後剛聽完他們兩位 首先要謝謝傑西的行動力 還有Crystal的勇敢 以及Open Mind 然後其實也要 就是其實我們的經歷也都很像 因為我們都才堅持在這條路上 所以想要告訴你們 我想要說的是 有時候你走歪了一點 荒謬了一點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那對就是我想跟你們 介紹我的荒謬人生 因為人生很多時候真的 人生真的很難 很難 真的 關關難過 但是關關也就這麼過去了 對 然後也可以叫我Pem 這邊有寫Pem母 因為做了很多欺騙母親的事情 開玩笑啦 所以有時候那個名字很難唸 然後我想先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一名Freelancer 我有接主持配音活動企劃拍攝剪輯 那主持的話 其實這條路我已經走了四年了 是從我大二意識經營到現在 我可能是在做年紀最大的一個吧 沒關係 不要抱我 我們家的美 然後配音是 就是即使你一直走在這條路上 你會慢慢發現 我好像有其他的長才耶 現在就要來一下才藝表演 就是我不知道 我們小時候有個卡通叫Cartoon Never 然後有個卡通叫雞與牛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然後呢 就要模仿一下 你們知道牛的說話方式嗎 哥哥 哥哥 臭雞牛來贈給你們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卡通 那雞與牛 你們回去可以去找一下 然後就會發現 有時候就會覺得很無聊 不知道自己哪根神經錯亂 就想說不然我來試試看 還真的被我配出來了 就會覺得至少80%相近吧 自己以為啦 對 然後活動企劃的部分是 因為 一直以來我的 就是很多的經歷一直串接起來 然後到自己 就是去慢慢去整理 然後拉出自己的那個路線 才發現 其實我有活動企劃力耶 其實這沒有什麼好困難的 等一下會跟你們介紹說 我怎麼樣去找到這些能力的 然後拍攝剪輯的話 因為我本身是 就是世信大學新聞系畢業 所以一直也很熱愛拍攝剪輯 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呢 我今天想 主要為你分享的路線就會是 我怎麼樣去找到他 然後怎麼樣開始 跟中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還有 我為什麼現在還持續在做 主要會依循著這個路徑 然後先跟你們分享主持 主持呢 這也是 其實我覺得現在會有意願 當主持人的人 或者是大家的經歷應該都蠻相近的 可能就是國中 國小國中高中的國語文競賽 讓你讀演講這什麼的 對 然後招惠思宜 和相團 可能應該我們的路徑 都不會偏差到哪去 對 那之所以 我要怎麼起頭 讓我繼續做這件事情 是 其實很簡單耶 我那時候是參加了 百年國慶大會的 中文勵志播報人員征選 因為那時候就從一封Email 就看到這個訊息 我想說 這什麼 感覺好像很好玩喔 試試看好了 反正 試了 有些事情 你不是 有些事情 事先不知道 不可能 然後你就不小心做到了 人生就是這麼的意外 然後就是想說先去嘗試一樣 就是 真的勇敢一點 然後那時候去嘗試了 然後 結果也選上了 那什麼叫做中文勵志播報人員呢 在這邊跟各位演繹一下 那時候我們就會 我們是 國慶日當天 在凱達哥拉大到總統府前面 進行大會博報 有點像大會司儀 可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會 我們的稿子呢 我們就會念 各位親愛的海內外同胞們 中文民國 GIVSE 生育了 哇 傻眼 有事嗎 可是那時候 就是這個角色 你就必須要 就是以這種方式呈現 然後那時候也培訓了三個月 然後也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 誰可以在百年國慶大會 站在總統府前面啊 那時候也發現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 培訓了三個月之後 非常的緊張 終於要上場 終於要上場了 好興奮喔 結果 那個 10月9號那一天 我生理期來 我們早上是 10月10號的 凌晨4點鐘即合 我們6點在現場stand by 誰撐得住啊 然後睡也睡不好 所以呢 我就在 5點58分的時候 暈倒了 就被抬進去 總統府的醫護室 欸 誰可以躺過 總統府的醫護室啊 這也是我人生 蠻奇葩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這是那時候的照片 對 我在這裡 最後要跟你們那個 就是要證明一下 也是有進化的 對 然後這是那時候 午宴 整個結束之後 然後就會 欸 金瓶 跟金瓶的合照 對 金瓶 有眉毛的啊 對 這就是我的主持 然後之後呢 這一件事情 擔任百年國慶大會的 這個中文立志報告人員之後 開啟了我 對於主持的熱愛 就覺得說 哇 這件事情 好像我可以做的還不錯 然後我也想再繼續試試看 反正 反正 他們都已經損上我了嘛 好像也沒什麼好怕了 對 就是 幫自己壯膽了 而且 也站在了 百年國慶大會的現場 那是面對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播報吧 好像沒有 可以再比這更屌的經歷了 沒有啊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一連串開啟了 就是大大小小的啊 校內的主持啊 校外的主持啊 就開始什麼case都接 什麼場合都接 然後一直接到現在四年了 我找到我自己的定位 我是 我比較常接的都是論壇型的主持 還有大型典禮 對 因為 就是也有找到長期的合作的那個廠商 對 所以就是這條路 我現在還持續的在走 對啊 然後接下來 喔 這個是 對 忘記了 201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音錯陽差 參加了海峽兩岸第六屆電視主持新人大賽 然後 這是那時候的比賽的照片 然後 這是我們那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 我們跟 他這個環節就是 我的搭檔是大腕 幾乎都是什麼 央視的主持人啊 以及就是各家民主持人 就要跟他們搭檔 然後跟我搭檔的這位是 上海衛視的曹可凡先生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講題 好像講富二代吧 然後其實這個獎題很好發揮啦 然後就兩個人球丟來丟去啊 然後最後做結 所以我在這個環節就拿到了最高分 不過最後還是沒有獲得最佳主持人啊 不過我自封第二名 可以這樣 我還是在那邊嘛 對 不過他們也有人有內幕說 就是因為這是大陸的場 所以 你知道 我們這個比較敏感一點 不過沒關係啦 就是至少我在那邊了 然後所以 因為我的個性一直也是比較荒謬的 所以要擺下我的這種照片 沒錯 人生就是勇於嘗試管他的咧 OK 然後接下來是活動企劃 對 我的活動企劃力真的是淬煉於無數的打工經驗 因為從高中考完職考之後 我就開始打工 因為我很想要經濟早點獨立 對 所以做過很多的 像餐飲業啊 餐飲業那時候我在二樓 第二樓 現在開了這麼多家 我當初還是第一家的創始店 在敦華南路 然後零售業去城市 對 我是想要告訴你們 我覺得謝謝經歷 其實每一個經歷你都不會擺走 反而他們都會教會你一件事情 像我那時候在二樓的時候 我學會了吃 怎麼樣叫好吃 然後你之後辦活動 辦活動最重要是什麼 東西不好吃 是誰要來啊 對不對 東西好吃 大家就覺得說 我可以原諒你這活動辦得爛 對 但是沒有啦 我們當然是都要那個兼具 對 但吃這很重要 我個人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視吃 所以 比較穩重一點 對 然後那時候也學會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教育客人 就是二樓 可能 我還不確定現在的點餐方式 我們以前點餐的時候 我們都要蹲著 啊 今天想吃什麼呢 我叫Pen 可以叫我Pen模 對 然後之後你要教育客人就是 因為我們餐廳都不大 所以呢 要請他們就是乖乖的 都坐在位置上最好 想亂上廁所 就是想幹什麼 上廁所是不是 去 對 可是結帳的時候就說 一定要跟他說 待會我會要結帳的時候 就是過來 就是叫我的名字 我會過來在桌邊 在桌邊幫你結帳 我那時候學到說 欸 客人是可以被教育的 所以這也應用在很多的辦活動的道理上 其實有時候很多的廠商或者是 與會者 很多事情你可以事先跟他們溝通 讓他們知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這都是在教育的過程 然後屈城市 屈城市 屈城市 那時候擔任什麼 那時候就是跟很多廠商 就變成好朋友 所以可以拿到 可能我之後我辦活動 我可以拿到 比較好一點的獎品 或比較好一點的辦手禮 之類的 這些都是我覺得沒有浪費過的過程 然後在花店打工 我那家花店剛好他樓上是一家婚固公司 然後我們就是會一起 所以我也支援了很多婚固的現場 然後那家花店很特別是 他的婚固都是台灣 台灣頂級的 他辦的都是頂級的婚禮 就真的是 預算是一百萬起跳的那種 現場正上名流 對 什麼都來 副總統 那時候有時任的副總統 有來參加一場婚禮 然後那時候負責接待 然後其實這些經歷都會讓你 一步一步的去開闊你的眼界 還有去訓練你自己的所有的應對進退 然後比較特別的 電視台 我那時候新聞系畢業之後 我就到了TVBS 然後在TVBS 我是擔任節目製作的部分 對 我那時候是做方念華的看板人物 然後我就做了Eason 我跟你說 這張照片超令我興奮的 就是呢 他那時候拍照的時候 他手是放在我背後 對 我覺得 欸 這種經歷喔 你沒有在大裡面 你還得不到的喔 告訴你 對 可是那時候也很認真製作 在電視台的環境 說真的也是很辛苦 可是一切也都這麼撐過來了 然後這是那時候 嘉養傑他去惡魔島參加三帖之後 回來做的訪問 對 不過這些每一步的 然後這是去年的時候 對 因為我去年在世京大學服務 然後我們就辦 我們去年是六十週年校慶 然後我就辦了這個 一千兩百人參與的一個晚宴 可是如果沒有這樣子的 一路走來的經驗 說真的 那時候我去年 我真的沒有辦法扛起這個東西 可是就也很謝謝自己 願意去經歷這些事情 然後 對 荒謬事無下限 這樣聽起來 目到目前為止好像沒有很荒謬啦 但是剩下一分鐘 才跟你們分享了解荒謬的事情 對 剛剛說的有一個美國是 我在15年的10月到16年的1月 我在美國實習 那時候去了那個加州 然後我的結論就是 LA三個月真的完勝台灣23年 因為我是拿到駕照的下一個禮拜 馬上去美國第一次開車 然後就出了車禍 這樣的人生我想說 應該是沒有幾個人會體驗啦 但是之後也學習了 怎麼樣在美國處理車禍 對不對 有車開就是會出事 但大家還是要小心哈 這個更荒謬 希望你們聽完這個故事 你們應該覺得明天上班或上課 人生是很美好的 但是如果有牽扯到你們的公式上面的時候 還是提醒各位要謹慎小心 我那時候幫忙我們的副校長 他要到緬甸去出差 可是他那時候的行程是 他先飛到中國 再從中國飛到緬甸出差 我忘了他在中國要上緬甸的飛機的時候被擋了下來 結果才打電話回來說 欸 那個品萱啊 是不是要簽證 那一剎那我心都碎了 我忘記幫他辦緬甸簽證 結果他就在中國被擋下來 只好再買一張機票飛回來台灣 那時候我真的想說 發生這件事情 對我的質疑應該就是GG了 就是謝謝不用再來了 可是沒想到他回來了之後 我就先去跟他 我就先跟我的副處長認罪說 那個我是不是要辭職啊 我副處長回我一句話說 你以為你重務官喔 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想 喔 好好吧 把工作做完 然後是一直到了 有一天 我終於跟副校長面對面 我就親自跟他就是謝罪說 真的很抱歉 我不知道這種事發生了 喔 那時候我跟我副處長 那個講的時候 我副處長提醒我一句說 嗯 不過也很難說啦 說不定你會因禍得福 我想說什麼 然後到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後 我的副校長才親口對我說 因為那時候 他從中國回到台灣之後 隔三天他的父親就過世了 如果他去了緬甸 他就見不到他的父親了 所以他覺得 可能是他的爸爸在幫他吧 我當下聽完我覺得 不會吧 不是 謝謝 謝謝他爸爸嗎 就是這件事情原本在我心中 是覺得真的是 讓我的人生應該就此告終了吧 對 結果沒想到 欸 居然發生了這種荒謬的事情 這真的是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 覺得最荒謬的一件事 但是提醒各位不要輕易嘗試 每個人命是不一樣的 你們可能沒有我這條命啊 對 不過就是聽完了這麼多荒謬的事情 我還是希望可以帶給你們一點勇氣 然後也希望你們繼續勇敢去找到自己的那條路 雖然我現在26歲我還在走 但是所以你們不用急 好啦 急一點也是可以啦 但是找到你們好多了之後 請你們真的堅持走下去 因為會有很多人在看 也會有很多人給你們幫助 謝謝你們 我今天也拿到自己去 謝謝 謝謝 謝謝